我又忘了帶一本筆記簿簽 你今天什麼都沒有帶 又沒有帶中文書 又沒有帶筆記簿 又沒有帶圖果譯 你究竟有沒有收拾書包 唉 剛剛考完試 整桌都是東西 見到都不想收拾 唉 真是服了你 等我這個收拾的專家幫一下你 好啦 那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咦 你這條鏡簾是去聖誕派對的時候用的 為什麼你亂放的 這樣很容易打卡 那怎樣放才不會打卡 那等我教你一些生活小常識吧 首先拿一條飲管 將鏡簾打開 然後穿過飲管 再扣上鏡簾 這樣就沒那麼容易打卡 嘩 你這個方法真的不錯 這包薯片我昨天才開的 希望它還未淋 要不然就要扔掉它 不知你有沒有一些方法可以幫幫我 那等我教你一個簡單的方法 保持薯片不淋 那你就不用怕下次它淋得太快了 首先預備兩條飲管 將其中一條在中間打橫展開 而另一條就放在食物包裝下面 然後摺一摺 最後將剪開的飲管套在上面 這樣就可以封住袋口 原來飲管除了飲食之外 也有這麼多用途 怎知呀 飲管還可以用來做筆套 這樣筆袋更乾淨 只要剪開飲管一小段 再套在鉛筆上面就完成了 真的很方便呀 其實我的耳機都經常打卡 不知你可不可以教我怎樣放好它呢 那讓我多繩幾個很有用的小秘笈 平時我們經常用的魚尾夾 其實都可以用來繳住耳機 方法很簡單 只要卡住耳塞這個位 然後將剪下的耳機繩 翹著魚尾夾的尾部 這樣就不會打卡了 你這個方法也不錯 其實我畫畫的時候 經常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怎樣顏料之後 想放下筆 但又怕它滾來滾去 去弄髒一幅畫 不知你可不可以教我怎樣固定筆呢 當然有方法啦 你可以用魚尾夾來固定筆的嘛 原來魚尾夾除了用來夾東西之外 還可以用來固定一些東西的 沒錯 只要將它動起 將絲畫筆穿過鐵橫 這樣就可以固定筆 不會滾來滾去的啦 那如果用回這個原理 我便可以在煲劇的時候 用它來固定著電話 都有點智慧 懂得活學活用 那讓我示範一下啦 首先準備一個大和一個小的魚尾夾 將大的魚尾夾夾 夾到小的魚尾夾的鐵橫 最後把手機放在上面 那就大功告成了 太好了 我現在可以慢慢播劇 又不怕電話會站不到 真是多謝你呀 時間都不早了 都是應該回家做功課 預備明天上學 都是呀 那如果有時間 我再教你多些秘笈啦 我今晚一定會好好收拾書包的啦 好啦 明天見啦 拜拜 多謝